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生酮饮食 如果你是肝腎功能比较不好的 或是糖尿病患者及孕妇的话 最好是有医生或是营养师的指导下来执行哦 哈喽大家好,我崇哥 相信很多人在刚开始生酮的时候 常常会跑出想吃甜食的念头 可是为了减肥,还是必须忍住啊 那有的时候真的忍不住了 很多人就放弃了 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有遇到 不过,我在那时候发现了林卡可乐 我想说林卡可乐它没有浸碳水 那肯定不会影响生酮状况 因此啊,在我首次实测之后 诶,隔天生酮状况一样正常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 我就真的想吃甜食的时候 我就会买林卡可乐或是林卡雪碧 来取代甜点 那后来听说呢,代糖会影响胰岛素 只是我一直无法确定 因为我自己是蛮常喝的 但是因为之前呢,并没有详细的记录 看到底变化如何 因此本着我们就来实测林卡汽水 看代糖到底会不会影响生酮状况吧 OK,今天又是新的生酮实测第一天 那我们来血糖测量 好,血糖73 同体1.1 这样GKI是3.69 OK,那我们来体重测量 体重63.3 体脂15.5 内脏脂肪7 BNI23.3 基础在血1527 OK OK,那这次实测呢 我们是要测试林卡汽水 那因为它是饮料呢 所以我就取代早上的拿铁 OK,那我顺便也介绍一下 我通常早上 如果没有测试的话 我可能会吃什么东西 就是我点了一份蔬食沙拉 沙拉里面呢 有地瓜 水族蛋 小番茄 跟一些葡萄干 那还有三颗荷包蛋半熟 跟一份厚牛起司 OK,就这样 那我通常喝林卡的汽水呢 我都会是在 真的很想吃天使 那我就去买林卡喝了 或是林卡 雪碧 就这样 不过像这种汽水 我应该不太可能会马上喝完 我应该就是 想喝就喝 那我喝完的时候再告诉大家 那就这样吧 要不然 我吃完早餐 我有可乐的奶奶喝完 OK 现在是饭后两小时 那我刚好也快喝完了 那我等下喝完之后 我们就来加测一下血糖看看 OK 喝完了 那我们来血糖课试 看我们早餐两小时之后的血糖变化了 好 血糖89 OK OK 那今天晚餐呢 就是一份鲜酥手撕机 然后加上一块炸鸡 还有一瓶 林卡的雪碧 就这样 OK 今天是生酮试测第二天 那我们来血酮血糖测量 写糖76 同体0.6 OK 这样GK是7.04 OK 那因为我们也不太确定说到底是 我晚上吃炸鸡呢 还是因为是喝饼塔可乐造成的 那我们今天晚上就不喝可乐 那我们来看看明天变化如何 就这样 好 那我们来体重测量 体重63.2 体脂17.5 内脏脂肪7 并然它23.2 基础代讯1516 OK OK 那今天是生酮试测第二天哦 那因为今天早上的铜体量有点低 所以我想 那我不能确定说 是不是因为我平常吃的碳水本来就比较多 所以造成铜体下降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不喝 来看看说 如果正常吃一模一样的一天 那明天的铜体量会不会一样那么低 那如果一样的话 那代表说 诶 那饼塔可乐可能不太会影响 那第三天呢 我就来个低碳 就是低碳一天 然后一样也是喝饼塔可乐 诶 看隔天状况 OK 就这样 那今天早餐呢 是三个荷包蛋半熟 那后牛其实没了 所以改了一份卡拉鸡 那还有一份蔬食沙拉 跟一杯特大杯拿铁 就这样 OK 那今天晚餐呢 一样是先酥手撕鸡 加一块炸鸡 就这样 OK 今天是生酮食测第三天 那我们来血酮洗糖测量 好 铜体0.4 血糖81 这样GK是11.25 代表 昨天热量吃太多了 那身体 够用能量 自然就不需要撑铜了 OK 那我们先来体重测量 体重 63.1 体脂 16.4 电脏脂肪 7 BNA 23.2 基乎大约1520 OK OK 今天早餐呢 打算今天一整天都是吃低碳 来搭配零卡汽水 看到底 同态有没有恢复 OK 就这样 OK 今天早餐忘记讲哦 有一块鸡胸肉 然后一些小黄瓜 跟之前那个火锅汤 就这样 OK 今天晚餐的一样也是低碳餐哦 我外送呢 我点了一个牛小排 它里面有一些四季豆 跟高丽菜 然后还有今天中午的小黄瓜汤哦 一样搭配一瓶 零卡可乐 就这样 OK 今天是生酮食测第四天总结 那我们来血酮血糖测量 体重 63.1 体脂 体脂 15.5 内脏脂 7 便耐2 3.2 精油特殊 15.24 OK 那这是本次实测的图表 一天单纯就是我低碳饮食的结果 那从二三四天来看呢 我吃的碳水量和热量 确实会影响生酮状况 那关于热量呢 我在这里要强调一点 因为很多人会挑语病啊 说热量是烧水算出来的啊 但是其实现今呢 都是实验室他们分析那个食物的比例 然后用那个比例来算出来的 比如说蛋白质多少克 油脂多少克 碳水多少克 可是呢 食物在个体的消化率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可以取得能量也不同 但是因为我们的食物上 只有营养标示 也就是只有热量 所以一样可以当作参考 那代糖 影响血糖的状况 其实没有很明显 如果硬要说的话 第四天 也就是第三天 我吃的东西 它虽然是低碳 但是 它的血糖并没有下降 虽然我的血糖 在 血糖的标准里面 还算是中上的 那也有可能是因为 代糖可能造成我 离岛素足抗油 变高一点 所以我的血糖并没有降下去 那也可能是因为 我的测试并没有很多天 所以在我身上 并没有造成特别明显的影响 那我在先前的 生酮食測减肥当中 也喝了蛮多零卡可乐的 一周我大概喝四瓶 小型的薄特瓶 那也一样正常的瘦得下来 那现在呢 我的血糖正常 我的血酮也正常 再搭配上这次实测呢 我给零卡汽水灯号是 也就是一周吃三次没问题 不过呢 任何东西过量都不好 如果你是真的忍不住 想吃甜的 是可以买一点代糖的甜点 或是喝代糖的饮料 来抚慰一下 但是不建议天天喝或天天吃 毕竟可能很多东西呢 是我们现在还没研究出来的 而且每个人身体的反应 都不尽相同 因此最好还是自己实测看看 才知道这些东西 对你实际上身体的影响 以上就是本次的生虫实测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订阅按赞及分享 如果想减肥 记得从我生虫实测减肥第一集开始看 那如果想要我实测什么东西呢 欢迎到社团留言 我们在社团有投票哦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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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